如果说小龙虾是混的最不好的入侵物种 那么麦瑞加拉铃就是入侵的最成功的物种 很多人都分不清它和草域 于是一些步伐商家偷梁换众 以麦铃重当草域 同样都是入侵物种 麦铃混得比小龙虾好多了 在我国南风水域 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那么这种鱼会给我国的生态 造成怎样的伤害 能把它吃到一定水平吗 麦瑞加拉铃 简称麦铃鱼 是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 从硬活引进的食用鱼类 属于灵科属下的成员 麦铃是一种底气鱼类 生活在河底 它是杂食性动物 几乎什么都会吃 很多人分不清麦铃和草鱼 不少没有经验的人去菜市场 会被不良商家片买到麦铃 那么麦铃和草鱼 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麦铃腹部大部分区域呈现银白色 仅仅背脊的颜色比较深 草鱼的身轻色 从背景一直延伸到了半个身体 麦铃的脑袋比较小 而且筋 腮盖更小 草鱼的脑袋比较大 腮盖也更大 草鱼鳞片之间的线条染色更深 感觉每一颗鳞片的边缘都被描了线 麦铃的身体上的鳞片 看起来没有草鱼那么明显 草鱼的眼睛更大 有眼白印 麦铃的眼睛带有一色红色 更直观一点 麦铃整体看起来很像梭子 草鱼整体看起来像一根棒锤 当然 实在是分不出来就直接吃 草鱼肉质鲜美 麦铃的肉质很差 而且带有泥味 麦铃的经济价值不如草鱼 真要卖的话 没有草鱼贵 麦铃引进之后 生活的区域和草鱼有所重叠 加上很多人没有真正了解过它 导致市面上出现过很长时间的冒名顶替 因为麦铃的老家在印度 它是一种热带地区的淡水域 因此不能适应有寒冬的水域 经过40年的扩张 它们的分布范围 仅限于我国南方地区的水系 尤其是猪江 这也给我国南方的生态带去了不小的影响 麦铃的生意能力很强 来到我国的水域之后 基本上就无缝生活了 作为底气鱼类 麦瑞加拉铃喜欢在水底淤泥里面翻找食物 这些食物中就包括别的鱼的鱼卵 加上它杂食性啥都吃 一时之间 南方河流里能吃的都被它吃了个遍 这对我国本土的鱼类有着一定的影响 有人会好奇了 麦铃鱼又不吃肉 并不是什么凶猛的掠食者 怎么就伤害到本地的鱼了呢 其实很多入侵物种都不是什么食物链的顶层者 相反 它们还就是中低层 食物链等级越低动物 数量就会越多 原本河流里没有麦铃的位置 它算是强行挤进来的 每多一条麦铃 就会挤占本地鱼的一个生态位 和麦铃同一个生态位的其他鱼类 要么和麦铃竞争 要么它们之间互相竞争 原本和和其其的河流 因为麦铃的抽签而变得拥挤 它不是在加入这个家 是在破坏这个家 麦铃生活在河底 接触到的食物比较杂 如果河流污染比较严重 那么麦铃就会吃下去很多污染物 它的肉有个特点 水越脏 那么麦铃的肉就越难吃 麦瑞加拉铃因为长得酷似草鱼 而被拿去冒充草鱼 但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它肉质的味道 这个麦铃这么难吃 为何当初还要将它作为食用鱼引进呢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一款食品 叫做麦鱼罐头 麦铃就是这类食品的主要原材料 因为制成罐头食品需要腌制 大量的香料 可以抑制麦铃肉中的土腥味 此外 麦铃的刺比较多 不太适合作为核鲜被食用 但是可以被制成鱼肉制品 除了前面说的麦鱼罐头 还有鱼丸 鱼排 鱼豆腐等 麦铃生长快 个头还能长到很大 价格便宜 适合作为饲料鱼 也就是将它打碎成泥 为其他鱼类 庆幸的是 麦铃鱼并没有完全将我国的 众多河流护活攻下 因为它怕冷 麦铃承受寒冷的极限是14摄氏度 低于这个温度 麦铃无法生火 或直接被冻死 我国长江的江水温度 在冬天可以降到10度以下 所以不太适合麦铃的生长 它的范围一直没有越过长江 我国有不少人以小龙虾被吃为例子 来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百度不清 其实小龙虾只不过是入侵物种之一 而且它被拿来吃 也是一个特例 我国的外来物种入侵非常严重 甚至有些已经威胁到了生态平衡 我们在水族市场常见那种 巴西红耳龟 其实就是非常厉害的入侵物种 虽然名字里面带巴西 它其实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淡水龟 巴西红耳龟性格活泼好动 比我国本土的乌龟主动 它会主动选择米食并且攻击我国的本土草龟 红耳龟的食欲很宽 什么都值 最爱吃肉 有它在的水域 本地龟很难生存 起初红耳龟只是被当作宠物营镜的 因为它视野能力很强 要到11度以下才冬眠 适合我国大部分城市饲养 然而养殖场和一些饲养者的收获 造成红耳龟外逃 入侵我国各大河流 因为红耳龟会冬眠 它就不在乎北方还是南方 几乎全国各地的野外都有它的入侵身影 由于巴西红耳龟极强的破坏力 它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 列为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 和巴西红耳龟一样被当作宠物引进的 还有丑名昭著的青道夫 当时买水族箱 老板就会推荐买一条青道夫 说它可以吃其他鱼的粪便 以及玻璃缸上面的苔鞋 几乎很多人买回家后发现 这货根本就不吃废物 而是把其他鱼给吃了 原来青道夫在自己老家的确是捡别的鱼吃剩下的 那是因为他的老家全英会脆 都是狠角色 青道夫打不过 于是捡垃圾 可是来到了别的国家 水族缸里的鱼就是萝卜开会 根本威胁不到青道夫 这还需要再吃残根剩饭吗 于是青道夫分身拔隔场 直接骑到了别的鱼头上 不仅是鱼缸里的鱼 野外的其他淡水鱼它也不放过 坏消息是 青道夫已经入侵我国长江 成为威胁我国淡水最严重的入侵鱼类 很多人一提到入侵物种 就想到用吃来解决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极少部分的物种 绝大部分入侵物种根本没法吃 比如根据我国农业部的统计 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有660多种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植物 入侵的动物里面 绝大部分也是昆虫 它们很多都无法食用 这么多入侵物种里面 也就只有小龙虾和牛蛙能够拿来被吃 绝大部分人类根本奈何不了 外来物种一旦扩散到自然界 那么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没办法彻底根除 因此控制外来物种入侵本地生态的唯一做法 就是切断传播源 不要让它们进入本国 我国这些入侵物种中 有很多是通过种子来的 所以很多国家的海关 不允许私人携带种子 或者其他生物制品入侵 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很多入侵物种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混了进来 因为人类的运输 全世界的物种入侵问题都非常严重 尤其是澳大利亚 基本上已经是入侵物种的天堂了 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 正是在入侵物种和人类的双重打击下 走向了灭绝 比如带狼 我国的物种入侵 虽然没有严重到澳大利亚那个地步 但不可否认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